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说出后 竟微微吐了口气 平复了一下心绪 补充道 他是人间官的官主 人间官 官主 仅从斗立男子言辞和神色间流露出的一样情绪 就让索依意识到 这位人间官官主定然有着极恐怖的威势 否则 如若斗立男子这般实力深不可测的角色 断不会在谈起对方时 会这般反常 这和他之前那文春淡然的举止明显不符 更遑论 所以也已见识到那一柄人间剑是何等神意 既然斗立男子层言 官主的人间剑曾毁掉他半是道业 一腔心血 定然不会有假 由此 也可想而知这位官主是何等强大的一位存在 官主 冥王感到困惑 他来自星空深处 且本身就是九天阁的第七御主 位高权重 道行强大 可还是头一次听说人间官 听说官主这个称谓 事实上 从斗立男子和苏伊交谈到现在 冥王一直很沉默 他想不明白 星河神教的众星殿 什么时候出了斗立男子这样一个恐怖到无法揣测的人物 这显得很反常 须知 星河神教天阳殿 月轮殿 众星殿的三位殿主的地位 大概和九天阁三位天祭祀地位相当 可冥王当初在面对第一天祭祀的时候 也都没有像面对斗立男子师这般忌惮和紧张 这让冥王愈发意识到 这斗立男子在星河神教中的地位 绝非是一个霍教师那般简单 不了这些 我已等待多年 而今总算等到你前来 也该谈一谈正事了 斗立男子神色已恢复如初 笑容温醇 可场中的气氛却悄然压抑下来 苏伊道 谈正事自无不可 但在此之前 我想知道 抬关老鬼和崔龙像是生是死 斗立男子皱了皱眉 轻叹道 这可有些麻烦了 苏伊心中一沉 道 你杀了他们 斗立男子摆了摆手 一直轮回持中央的黑色宝船 道 你看看就知道了 随着他抬手指过去 黑色宝船呼得微微一颤 光下涌动 在虚空中浮现出一道光幕 那是轮回持底部的景象 一个头戴悬贯的老者 被针压在黑色宝船之下 须发散乱 怒目远征 额头青筋爆战 他的躯体寸寸裂开 血肉模糊 狗子用双手撑着穿底 生臂的肌肤早已被碾碎 露出的骨壳都出现许多力痕 血腥 惨烈 台关老鬼 苏伊心中一揪 这老家伙明显被镇压了许久 重伤垂死 这一瞬 冥王敏锐察觉到 苏伊那奇长的身影微微僵硬了一下 神色已变得淡漠平静至极 这是苏伊动怒的征兆 当初在面对他的徒弟火摇时 便是如此 无疑 这台关老鬼的遭遇 彻底激怒了苏伊 在我抵达此地时 曾向他讨教轮回的奥秘 可他却不肯与我指点 无奈之下 我只能动用一点手段 将其镇压于此 斗笠男子轻叹一声 摇头道 我实在想不明白 他为何非要这般倔强 苏伊沉默片刻 问道 崔龙像的 斗笠男子道 我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 想来应该也在的 说着 他抬手一点 和中央的黑色宝船户的发光 映现出宝船内的景象 就见实丈长的宝船内 实则另有乾坤 宛如一方广袤的虚空般 一条浩浩荡荡的星河奔腾其中 星河内 无数星辰燃烧 汹涌着璀璨的神叶 一眼望去 那整条星河似乎都在发光 照着虚空十方 惶惶无量 而在星河中央 则有着一个由星辉神叶构建而成的巨型牢狱 牢狱内关押着许许多多身影 有男有女 样貌不同 但神色间接写满绝望和惶恐 而在牢狱一角坐着一个高官古服 虚发潦草的牢者 双龙闭合 忽作不动 但看到这牢者时 苏一眼眸一缩 催龙相 无疑 那黑色宝船就是在过往十多年今闹的 幽冥天下沸沸伤伤的神秘黑色名传 那座星河牢狱内所关押的 便是过往那些年里 在苦海上离奇失踪的强者 说来惭愧 为了引起你苏玄君的注意 过往那些年 我也不得不动用这小舟的力量 在外界掀起一些动静 如此 才会让人们注意到这藏道名土横空出世的迹象 斗笠男子有些自嘲道 若非如此 我可不屑用这般不上台面的手段来布局 而后 他目光看向苏一 还好 你终究还是来了 我这些年的等待和布局 总算没有白白浪费 冥王这才意识到 原来黑色名传的出现 最终目的是为了引诱苏一前来 一想到这 他心中莫名的有些复杂 堂堂玄君建筑 以往何等僻拟和风光 可在他转世归来 前往这苦海之后 先是其真传弟子火摇 利用老瞎子和陶渡山君进行布局 试图将其倾下 可谁曾想 这仅仅只是开始 当抵达这轮回的之后 才让人猛地意识到 很多年前 就已经有人布局 以台观老鬼为人质 以黑色名传为诱饵 为的就是引诱他苏玄君前来 为徒弟算计 为外敌算计 每次都如上钩的鱼儿般 不得不钻进一场又一场杀劫中 冥王扪心自问 换作是他的画 怕是早已被激起怒火 不顾一切大开杀戒 可出乎他意料 却见苏玉神色波澜不惊 道 既然你的目的已经达到 是否可以放了他们 斗笠男子摇头道 他们不是人质 自然不可能进行交换 更何况 他抬起头 清澈地眸看着苏玉 微笑道 你觉得 我需要用他人的性命 来威胁你屈从吗 他不抛着身 脚踩盲鞋 气质温春如春风 可此时 随着这番话说出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 由内而外的 闭腻和自信 冥王心身战力 有那么一瞬 他感觉面对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片浩瀚的星空 浩瀚 深沉 无影广大 让人平生渺小 如沙尘般的感觉 所以眼眸悄然眯起来 他也察觉到 这斗笠男子的可怕 他语气愈发淡然 这么说 我即便交出 你想要的东西 你也不会放人了 斗笠男子点了点头 显得很有耐心 解释道 那台官老鬼不识抬举 自当予以惩罚 至于那些被困 星河之龙内的角色 只能怪他们 贪心作祟 被困其中 旧游自取 顿了顿 他就说道 当然 你必然认为 我太过独断和霸道 但那是你的观点 在我眼中 他们 该罚 苏义直言道 说说吧 你在此不去 所图何事 斗笠男子认真说道 我需要真正的 轮回转世之密 而不是分散 在这片天地中的 那些残碎破败的 轮回秩序 你曾在这轮回池内 开启轮回之路 如今已经转世归来 相信你应该最清楚 我要的是什么 真正的轮回转世之密 冥王一正 旋即就琢磨出一些味道 无论是在 亡死城内的那座墓碑上 还是在仙湖山的转生台上 借烙印着一些 和轮回有关的秘密 也是后来 他才从苏义口中得知 构建成轮回的规则力量 并不仅仅只有一种 像转生台上的转生规则 轮回池内的沉沦规则 皆是构成轮回的 一部分规则力量 但他们皆代表不了轮回 无疑 斗笠男子要的 是完整的轮回之密 听到斗笠男子的话 苏义并不奇怪 他揉了揉眉语 道 早知如此 根本无需废话 直接杀了你 问题便可迎日而解 说着 他抬手将腰盘三寸青玉葫芦摘下 拖在掌心 杀了我 斗笠男子挣了一下 似感觉很有趣 笑道 在这兴许就土般的玄黄兴界 前世的你或许可以独尊于世 剑压天下 可在我眼中 前世的你也终究太弱了 更别提 现在的你又远远逊色于前世 言辞并无不屑 和那种仪态和话语中流露出的意味 却有高高在上的覆盖之意 不过当他目光看到苏义掌尖的三寸青玉葫芦时 不由泛起一抹亚异之色 道 此宝不俗 实属难得 也罢 既然你已经一心求战 我便成全你 也让你 拜一个心服口服 温春如酒的声音还在回荡 枪 一缕苍茫飘渺的剑银炸响 苏义掌尖 青玉葫芦抱战一抹空灵剔透的青霞 光焰万丈 照得天地一片明亮 这一瞬 冥王眼前刺痛 机体声寒 哄 还不等他反应 惊天动地的暴鸣响彻 一棚如若燃烧般的心灰神焰 在苏义身前三尺之地轰然炸开 附近虚空兜猛的炸蟹 毁灭般的力量洪流肆虐扩散 远处 斗立男子亚人出声 好坏的剑 之前 他在说话时 心念转动间 一道璀璨星灰神焰 已经无声息地笼罩向苏义 试图将苏义一举镇压 谁曾想 苏义竟第一时间察觉 并一箭破之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陆志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栗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一千零七章 既知此而 宁王绝美的俏脸变换 直至苏义破开斗立男子那一击 他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 背景之冒含义 无声息间 便有杀招乍现 若苏义反应 稍慢一丝 极可能已经遭殃 这把剑的力量虽强大 大挨破不了我的星际法则 如此看来 你身上定然藏有更厉害的力量 不远处 斗立男子清澈地谋变得深沉若星空 一国无星的威势随之在这片天地弥漫而开 四面八方的虚空悄然燃烧起来 一缕缕星辉涌现 四朝夕般在斗立男子身影四周翻腾 趁得他直死星空主宰 冥王毛骨悚然 他暗吸一口气 一袭黑裙飘跃 傲人的郊区四周 又在结班的天旗法则力量涌动 那斗立男子太强大了 面对他时 让冥王都有窒息般的感觉 不过 他并不打算袖手旁观 天旗法则 呵 斗立男子正了一下 似有些意外 玄机笑了笑 袖袍轻浮 哼 衣挂心灰垂落 轰然焚然 冥王的身影狠狠倒是戳去 跌落在百丈之外 他一抛破损 击浮躺血 绝艳美丽的玉蓉煞白 一对妩媚的谋血满亥然 轻轻拂袖间 便将自己彻底击垮 这斗立男子该有何等恐怖的道行 念在你们长教的面子上 我不杀你 且在一旁看热闹吧 否则你们长教的面子可就不好使了 斗立男子淡然开口 他明显看穿冥王的来历 并且言辞之间 自对九天阁那位最神秘的长教颇为熟悉 没有任何忌惮 说话时 斗立男子目光看向苏义 悠然道 来 让我看看 你当如何杀我 苏义点头道 如你所愿 在他掌间 轻欲葫芦强然见名 一缕三寸剑锋炸现 三寸长的剑锋 线细剔透 空灵缥缈 呈现虚幻般的青色光影 漂浮虚空 菩萨万千剑气光雨 轰隆 虚空如步驳斑裂开无数缝隙 自承受不住那等威势 天地间骤然被一股凛然无上般的剑威 这就是苏玄军前世最得意的佩剑吗 冥王兴无收缩 紧紧远远看着 几乎都有被撕裂般的感觉 那剑威太过凌厉 只此能搅乱阴阳 刺破长穷 妙哉 此剑道很天成 夺劲造化 称得上世间难得一剑的先天神兵 尤为难得的是 此剑之本源 竟有有蜕变之潜能 着实不俗 斗力男子扶掌赞叹 既然你这般喜欢 便用此剑送你上路如何 苏以淡然开口 他一跑古荡 一身到横运转到空前极尽地步 齐张的身影四周 有一缕缕金色大到光辖流转 以往有诸般大敌曾如你这般叫嚣 可直至如今 未曾有一人能送往上路 但愿 斗力男子颇为感慨 你能做到吧 苏以眉头微挑 这番话看似张狂 实则他能感受到 对方这是一种求败的姿态 之所以求败 往往是因为无敌了太久 寂寞了太久 而这种心情 苏以在前世也曾试常有过 将 苏以眸光深邃淡漠 右手一甩 三寸剑锋一节节暴涨 舒尔化作三尺长 三寸的青玉葫芦则化作剑柄 完美契合苏以张指尖 剑淫激昂 震天动地 这片天地被冲销的灵力建议覆盖 激荡九天 这一瞬 苏以浑身上下 竟是傲暗披靡之意 那超然的风采 直死万古见先凌晨 明王心神震颤 谋犯一彩 这 或许才是苏玄君真正的风采 是那个被诸天上下净若神奇的传奇 哼 苏以纵不虚空 袖袍翻飞中 三寸天心横空斩去 简单直接 毫无花哨 和这一件征运机的剑势和剑威 却强大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 天地哀鸣 似乎在沉浮 这般见到造诣 倒也堪堪可入目 温纯的自语声中 斗笠男子身影 毅力不动 右手探抽 白膝宽厚的手掌当空一拍 星飘飘一掌 不得一丝烟火气息 那冲销而起的漫天剑意 却被这一掌拍的稀巴烂 轰然四分五裂 而苏以展出的一剑 更是如遭受到上苍之手的碾压 走可轻松震杀任何玄游镜强者的一剑 此刻却如指弧扳炸开 而苏以的前冲的身影则被震的一个亮枪 于虚空中倒对三步 每一步落下 虚空骤人塌陷 当站稳身影时 苏以周身气血都一阵翻腾 他心中也不由震动 斗笠男子的力量 如若星空浩瀚 又似周虚大渊般身不可测 与之对敌 竟让他都有一种不可撼动般的无力感 冥王暗精 手脚发凉 轻描淡写一掌 就硬生生剖开苏以的攻势 将其人也震得倒退 这无疑太恐怖 这家伙的道行虽不可估量 但绝不会比前世巅峰时的我弱了 苏以眼眸都眯起来 无疑 斗笠男子是一个极端恐怖的绝世大敌 哪怕搁在前世 苏以都很少碰到如斗笠男子这般的对手 而这也让苏以彻底意识到 哪怕掌控三寸天心 和仅凭自身的修为和剑道力量去厮杀 注定必败无疑 苏玄军 快动用你这强的力量吧 否则 我可没耐心再和你闹着玩了 斗笠男子附手于背 轻语出声 他眼眸转动间 神光挣腾 岁月沧桑之气弥漫 周身燃烧着的心灰愈发璀璨经营 趁得他威视如星空之上的神奇 苏以没有废话 再度出击 他凌空内部 青山烈烈 周身见一只四墨海狂涛 生生不息 周而复始 比至刚才愈发强盛了 枪 三尺剑锋长吟 灿若昭霞 当空斩去 这一剑 和刚才那一剑如出一辙 简单直接 细尽奸华 斗笠男子眉头微皱 地狱道 既知刺耳 他右手墨地画出 如刀开天 一道心灰凝聚的刀气横空出现 刀气燃烧着滔天的神艳 明显比刚才那一掌要可怕许多 天地乱颤 刀气满乾坤 立在远处的冥王心神 都有被劈开的感觉 禁不住闷哼一声 第一时间手脸神石 在不敢妄图感知 斗笠男子的力量 太可怕 动辄会遭受严重的反噬 然而 出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 斗笠男子斩出的一刀 何等霸斗无方 可当和苏义的剑气争锋时 却顿时猛地剧烈震颤起来 而后 咔嚓咔嚓一阵暴鸣响彻 那只死开天的一刀 在苏义的剑气之下一寸寸崩面 是那能够克制星际法则的神秘力量 冥王内心振奋 猛地激动起来 恩 斗笠男子顿感意外 不等他多想 哼 那一抹剑气于事不见 镜子站来 斗笠男子长指捏引 如泪动天谷般 扣机而下 哼 那一抹剑气在他身前抱碎 不过 斗笠男子这一击终究略显仓促 虽然有惊无险击溃这一剑 但随着那碎裂的剑芒蹦剑击射 其中一道剑芒擦着他并脚而过 在他脸颊一侧划出一道血痕 这 冥王内心刚涌起的激动不翼而非 心谋争大 难以置信 那足以克制星际法则的一剑 竟被碾碎了 苏义眼皮 微微一跳 愈发意识到这斗笠男子的强大 这一剑 有点意思 刺痛的感觉 让斗笠男子微微皱眉 但神色温润如旧 他抬手一捏 一缕即将消散的剑芒就出现在他掌尖 略以感应 斗笠男子竟罕见得有些失态 原本从容平静的神色微微变幻 眉梢阳起 明显吃惊 旋即 他豁然抬头 眸子神盲爆战 如划破乌云星空的流光 望向苏义 他整个人的威势也一下子变得可怕起来 不死之前那般超然无碍 变得威严摄人 这是何等力量 竟能克制我的星际法则 斗笠男子开口 温纯的声音都带着一丝惊疑的味道 我死了 你自然知道 你死了 知道也没用 苏义那淡然的声音响起时 一脉不虚空 持剑杀来 苏玄君 就凭你掌控的这等力量 已成功引起我的兴趣 也已值得我全力出手 斗笠男子仰天大笑 似是无比愉悦 而他一身的威势 也随之在变 哄 他双臂随意一展 袖跑苦当中 无尽星辉神艳从天垂落 铺天盖地 光耀十方 附近虚空周然熔炼 除了轮回池 轮回神墓之外 附近万丈范围的山河 皆猛地燃烧起来 就连那纵横交错的天穹碎片 都被滚滚星辉神艳冷罩 那等一幕 只死要彻底焚化这片天地 冥王察觉到危险 早已第一时间全力进行抵挡 切记出浮屠生死印防身 这才显至又显地挡住 那等星辉神艳的力量 只是他的俏脸已变得煞白 眉梢眼角尽是惊惧和不安 这一颗的斗笠男子 远比他们九天阁的那三位天祭祀 还有强大 那种强大 俨然已超出他的认知范畴 在他平生的经历之中 也只有在九天阁的掌教至尊身上 他才体会到这等恐怖到 令人绝望崩溃的威能 这家伙究竟是谁 冥王亥然 神心皆颤 而同一时间 苏以前冲的身影 骤然遭受到可怕的打击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 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陆志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猎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1008章 心伤如画 剑淫人间 哼 无比的心灰神艳迸发 向天神手中狂舞的神鞭 狠狠抽搭而下 天崩地裂 万象成尽 紧紧一刹 苏以就如置身 一片浩瀚无垠的星河中 到处是诺海狂涛般燃烧的 心灰神鞭 铺天盖地般朝他鞭探而来 致命的威胁 让苏以毫不犹豫 全力出手 刷刷刷 一道道运剑气机设 是如纵横交错的匹链 皆蕴含着九玉剑气息 轰然席卷而开 震天动地的暴鸣随之响起 一条条头发着 毁天涅的气息的 心灰神燕断裂 被剑气劈的暴碎 耀眼的光霞随之肆虐而开 果然能够克制兴计法则 还真是闻所未闻 剑所未见的骑士 看来 是我小觑了这一轮为 兴虚就土的玄黄兴剑 斗力男子暗自感慨 他清澈若婴孩的眼眸 此刻神亡汹涌 道光交织 固盼之间 此神奇覆盖世间 为师无量 他倒也清楚 最除识的玄黄星界 曾极尽璀璨和辉煌 朕说万古星空 被视作星空万道起源之地 更曾涌现过一大批 足以令星空万界 震颤的神话人物 只是 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久远到在如今的星空万界 甚至没有多少人知晓 玄黄星界这个名字 便是斗力男子自己 当真正抵达此界之后 才真正意识到此界的底蕴 是何等之正 且不提起来 仅仅是那轮回的奥义 让他这等在星空深处 纵横了无垠岁月的老家伙 都为之震颤 心境受到冲击 而今 当见识道苏婴所掌握的那一种 能够克制星际 法则的力量后 斗力男子愈发无法平静 他意识到自己小觑了这个破败 凋零如若废弃以土的星空世界 还好 现在还不算太迟 与我而言 无论是那轮回奥义 还是这苏玄君所掌握的神秘力量 只要能掌控我手 何愁无法降伏那一把人间剑 斗力男子眼眸余光 瞥了一下轮回 赤黑色宝船上那柄人间剑 而后眉梢尖浮现一抹决然之意 无论轮回 还是那神秘力量 他这次 志在必得 水火天生相克 可当火焰强大如烈日时 足可焚化世间一切河流 湖泊 乃至邦扬 斗力男子悠悠开口 伴随声音 天地间心灰如铺 光焰暴涌 山崩海啸斑 朝苏玉轰杀而去 而原本已经快要杀楚重围的苏玉 顿时再度陷入危险的处境之中 相形见处 苏玉身色淡然如旧 唯有眉头紧锁 他很清楚 若非九玉剑的力量 自己早已一败涂地 更危险的是 随着他持续动用九玉剑的力量 一身道行正在不断被消耗 若无法突围 迟早也是一个书 换作前世巅峰时期的你 在动用这等神秘力量时 或许还能与之一较高低 和现在 你终究太弱了 斗力男子轻叹 玄照经初期的道行 于我眼中根本不知一审 又如何能逆转乾坤 说话时 他就抛骨盪 长指时而捏印 时而左手成刀 便见浩浩荡荡的心灰神宴 宛如九天星河 奔勇激荡 未能愈发恐怖 而苏伊的处境 则愈发凶险起来 肉眼可见 他脸色一点点苍白 身影偶尔会被震退 一身气血翻腾 隐隐隐有紊乱的迹象 甚至到后来 身上肌肤都被心灰神宴擦中 烧出一块块焦黑伤痕 血肉化作灰烬 扑素素飘落 触目惊心 那富商惨重的模样 让冥王看得心都揪住 绝美的玉绒上尽是优色 红润的唇都快咬破 他清楚 斗力男子说得并不错 对于转身重修的苏伊而言 修薇的确是目前最致命的缺陷 原本 苏伊所掌握的那等神秘力量 足以克制星际法则 可就因为他的修薇 和斗力男子相差太过悬殊 以至于才会陷入 这等绝境般的地步 可苏伊纵使负伤累累 和神色依旧淡然如旧 前世的他 历经不知多少生死大战 亦可到心肩凝如铁 自不会轻言放弃 剑修 宁为玉遂不为瓦权 剑修 正是战死 也断不会认输 他苏玄君之所以 能够独尊大皇诸天 靠的便是一颗坚不可破 万古不移的道心 只不过 苏伊此刻的坚持 落入那斗力男子眼中 却和徒劳挣扎也没区别 你苏玄君的确足以自傲 换作是黄极竟人物在此 早就被焚烧成尽 魂飞魄散 但没有幸存的可能 我敢确信 若再给你一些崛起的时间 注定会超越前世最巅峰时的你 斗力男子说到这 眼神带着一抹晚息 可惜 你遇到了我 注定将于今日毙命 大概 这就叫造化弄人 话虽这般说 他手中动作根本不曾停下 无尽璀璨耀眼的星河神艳 如山崩海啸般 几乎都要把苏伊整个人淹没其中 可出乎斗力男子意料 在他不断杀发之下 苏伊纵失处境凶险不堪 可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闲之又闲得存活下来 这让斗力男子都不由惊讶 你在剑道上的造诣 的确是匪夷所思 令我也不禁大开眼界 着实想象不出 这早已凋零破败 不知多少岁月的玄黄星界 怎会还能有你这般的剑道人物 废话可真够多的 一直沉默的苏伊 似是不耐般 看清楚了 你还没赢 他长发散乱 浑身残破 脸色煞白 鲜血早已尽头衣衫 和他的神色一如之前平静 深邃的眸更是不曾有丝毫波动 气息败坏了 斗力男子哑然失笑 摇了摇头 也罢 我便不再折磨你 给你一个尊严的死法 让你见识见识 我真正的力量 他右手探抽 当空一握 吃 一条燃烧的星河 在他掌指间涌现 舒尔化作一抹足有正许长的刀器 刀器一出 天地骤然乱颤 远处的轮回神木都似遭受到可怕冲击 猛地剧烈摇晃 花花作响 轮回池中 沉沦法则所化的池水之似沸腾 苏伊眼通骤然收索如针 身心由内而外感受到致命的威胁 他早已被无尽星辉神艳围困 当目睹斗笠男子所执掌的这一道刀器时 彻底意识到不妙 同一时间 冥王的心向被一只大手狠狠钻住 花容惨淡 他再也按了不住 疯狂搬冲来 催动浮屠生死印 试图破坏斗笠男子这一击 可让他崩溃的是 纵使他已倾尽所有力量出手 可却都无法破开那天地间覆盖的星辉神艳力量 更遑论去撼动斗笠男子了 那滋味就仿佛皮肤汗数 连一片叶子都无法撼动 又如何能撼动一株参天大树 怎会这样 冥王双目失神 面如土色 斗笠男子自然注意到这一幕 他微微摇头 直接无视了 这一刀 明患心伤如化 使我以毕生心血折磨出来 当可让你死个明目 斗笠男子那温春的声音还在回荡 手中摸的一挥 刷 让许长的刀起凭空斩出 根本无法形容这一刀的可怕 当他航空时 整个轮回的秘境都猛地震颤起来 分布在这片秘境世界的山河万象 皆黯然失色 一刀之下 简直要蔑视 快躲 冥王嘶声尖叫的声音也在响彻 偷着浓浓的惊慌和绝望 苏亦没躲 因为根本躲不掉 当这一刀斩出时 他内心出奇的平静和空灵 而他的道区则如燃烧般 将所有的力量在这一瞬动用 神魂 修为 道区 乃至于神魂中的九玉剑 皆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彻底释放 而这也是苏亦自转身修行以来 第一次被逼到绝境 也是第一次不顾一切 倾尽所有 在这等极尽释放的力量之下 就遇见宛如彻底苏醒 缠绕在剑身的八条锁链距里摩擦摇晃 似要挣脱 这一刹 轮回吃中央 黑色宝川 传手之地 那一柄造型独特的人间剑 防似感应到什么 微微颤抖起来 而后 一道剑银响彻 这剑银似从万古的荒迹针响起 偷着一丝难以言说的激动和喜悦 哼 一股令天地颤抖的恐怖肃杀之以随之出现 就见 天地间覆盖的星灰神艳 如若遭受狂暴飓风的席卷 轰然溃散 凋零若一世的烟火 哼 哼 哼 苏一身前 虚空猛地暴鸣 一道仗许长的刀气炸现 他距离苏遗仅仅至三尺之地 和此时 却如遭受到绝对的镇压 再无法寸进 旋即 这被斗笠男子称作心伤如化的刀 便在苏遗眼前一寸寸爆碎 消散一空 紧紧一刹 乾坤逆转 局势颠倒 这轮回的密境无尽山河之间 皆被那恐怖的肃杀之意覆盖 天地骤然陷入一种沉闷速杀到极致的氛围中 冥王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本就惊慌无助的心神 彻底猛掉 眼神枉然 这是 怎么了 远处复首立着的斗笠男子霍人扭头 望向轮回池中央处 旋即 他那温润平和露出一抹惊疑之色 就见黑色宝传传手处 原本镇压在那的人间剑 仿色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握着 于此刻缓缓拔抽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陆志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线 作者 萧锦鱼 演播 摩仙 摩猎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第一千零九章 灌珠打脸的风采 苏语眼神微微有些恍惚 他穷尽道行 极尽释放 忘却生死 与施展最强一击 可这一击还不曾真正施展 便有一场一变骤然发生 直直看到那一道仗举长的刀旗 在身前三尺寸寸崩碎消散 苏语都不由意外 而后 他就感受到 石海中原本剧烈振缠的 九玉剑一点点归于沉寂 未有九玉剑上镇压的一条神链 此刻在狂舞 哗啦 神链灰色神秘 似有从九玉剑上挣脱的迹象 与此同时 一股难以形容的灰色力量 从那一条神链上扩散 而后 苏语就听到 一道透着寂寥的叹息声响起 他眼眸微凝 豁然抬头望去 就见湖中央处 黑色名传传手上 造型独特的人间剑 此刻如若从万古的沉寂中觉醒般 剑身徐徐腾空 枪 枪 极昂的剑淫厚重磅礴 在天地之间激荡 无匹肃杀凌厉的剑意扩散 偌大的轮回的 皆覆盖在一种令人挤欲窒息的氛围中 太恐怖 那等堪称霸道无边 灵力无方地见到威势 只死要压他天语 崩断万道 让足以都不由倒吸凉气 也试着一刹 他才发现 那覆盖在这片天地的心灰神宴 早已被摧垮扫荡一空 这 斗笠男子精仪 他不跑古荡 一身气息沸腾 牟子若灿然金灯 死死盯着那正子腾空而起的人间剑 温润平静的脸上已尽是难以置信 无疑 这样的变苦 令他也措手不及 哼 斗笠男子冷哼 牟子中杀鸡一闪 探手一抓 一条浩浩荡荡的心河涌现 化作焚烧的刀器 再度斩向苏义 他已经察觉到 人间剑的异动 极可能和苏义有关 这让他心中也凛然不已 不敢再耽搁 直接出手 愉快刀斩乱麻 哼 天地紊乱 那星河燃烧般的刀器 霸裂如星空大日 比之前那一刀要更可怕 可就在这一瞬 一道剑气炸现 横空一扫 斗笠男子斩出的刀器直四指 湖斑炸开 化作漫天星灰飘洒消米 那剑气就如一缕空灵的流光 极简单直接 可一击之下 便有无间不摧之威 苏义动容 豪霸道的一剑 冥王此时已从那呆滞般的状态中清醒一些 当看到这等一幕 一对妩媚的心毛不由争大 原来是那把人间剑的力量在发威 斗笠男子眼瞳收缩 他已没有心思关注苏义 转身看向凭空浮现的人间剑 温润的脸庞明灭不定 道 是 你 声音迟疑 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忌惮 天地聚集 沉闷压抑 肃杀厚重的剑威 从人间剑上弥散 冷照轮回的 也让此剑宛如化作这方天地的主宰 令人远远望着 便心生抑制不住的敬畏 只是 苏义却微微皱眉 因为在她是海中 那一条狂无的神秘锁链的气息 竟和远处那一把人间剑的气息 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契合 还不等苏义多想 一道透着激潮和轻蔑的叹息声响起 这么多年过去 你这只会在星河中打鱼晒网的老东西 还是这般没出息 声音似郎郎中骨 又似大道天类 空灵超然 这片肃杀的天地 都微微震颤起来 似承受不住这声音的力量 而落入耳中 则令人心境震颤 神魂压抑 这无意太可怕 毕竟 仅仅只一缕声音而已 却死颜出法随 令天地色变 撼动人心 冥王郊区未颤 他听得出 那神秘的声音是从人间界内传出 苏义眸光闪动 难道是就遇见那一条神链的力量 唤醒了这人间界内的那位存在 没出息 斗笠男子被这般激访 神似间却并无恼怒 脸色反倒变得空前凝重起来 眉头一点点紧锁 果然是你 斗笠男子轻语 声音都带着沉重的凝色 过往岁月中 你一直都在人间界内 吓到你了 那神秘的声音再度响起 尽显轻蔑 放心吧 我对你过往的所作所为 可一点没兴趣知道 现在的我 只不过是留在人间界内的一道意志烙印罢了 一道意志力量 冥王都快要傻眼 一道意志力量都能如此恐怖 苏义也证了证 而斗笠男子明显松了口气似的 道 果然如此 你管主何许人物 怎可能鬼鬼祟祟地葬于人间界内 管主 苏义和冥王心中一阵 终于意识到那声音的主人是谁了 人间冠之主 那位曾毁掉斗笠男子办事道业 一腔心血的恐怖存在 一个自称纵使若有心神 见我也须尽脸眉的传奇 想一想 斗笠男子都已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而那位人间冠之主却能毁其办事道业 又该是何等强大 鬼鬼祟祟 找打 冠主的声音响起 哼 人间见破空横击 斗笠男子受削的身影被狠狠拍飞出去 他唇中可血 略血狼狈 寥寥一击 则让足以彻底意识到 这斗笠男子纵使在强大 可竟然不抵那位观主的一道意志力量 可斗笠男子却并不着脑和惶恐 反倒冷笑道 既然是意志力量 自会被消耗一空的时候 并且 他眸光闪动 灿弱大日 人间见的力量被动用 以后怕是在南镇压我的小舟 而没有了这等禁锢 我何愁在无法重临星空之上 说着 他沉边境泛起一丝笑意 这样的后果 我倒也乐见其成 此人的小舟被人间剑镇压 以至于无法重临星空 苏宇眉头微挑 这其中定然令葬玄机 他静默不语 冷眼旁观 心中却微微有些异样 因为久遇见那一条神练屋子在狂舞 在和人间剑的力量共鸣 这种关联 让祖宇内心已有一些模糊的揣测 丛林星空又如何 当年你不是我的对手 难道一位以后就能打败我了 灌主的声音再次响起 懒洋洋的 并未挖苦和讽刺 但话中的意思 却尽显僻你 似根本不把斗笠男子放在眼中 斗笠男子明显吃惊 惊一道 你不是早已远去 消失于事 灌主大笑起来 原来 你从不曾想过能够打败我 认为我死后 就能逍遥自在 无法无天 斗笠男子一阵沉默 蒙地深呼吸一口气 沉声道 你若活着 为何在当初忽然离奇失踪 为何当初画师出现的时候 你却不在 别忘了 你当初曾言 画师只要敢出现 你就将其脑袋剁下来喂狗 还有 古董商那老家伙作为你的至脚好友 为何当初会宣称 你此生此事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言辞迅急 接连质问 这些话落入苏语 明往耳中 皆感到困惑 他们不清楚 画师是谁 为何灌主 严成要多了他的脑袋喂狗 也不清楚古董商是谁 作为至脚好友 竟宣称灌珠此生此事不会回来了 这一切听着都那般玄乎 猪天仙神的灌主也 这般怂了 虽然是激将法 可不得不说 你这老东西真的很欠揍 灌主轻叹 人间剑骤然轰鸣 凭空消失 下一刻 此剑如十字行甲般 狠狠砸在斗笠男子身上 咔嚓 斗笠四分五裂 暴碎成灰 斗笠男子躯体纵使全力抵挡和对抗 竟依旧被一剑阵的躯体残破 鲜血迸射 骨骼不知断裂多少根 而随着人间剑横击 就如一个大耳瓜子般抽在斗笠男子脸颊上 砸得他颧骨塌陷 整个人倒飞出去 这血腥的一幕 看得冥王心惊肉跳 倒吸凉气 之前斗笠男子宛如星空主宰 何等强大闭腻 更增严能够轻易密杀黄极竟存在 然而此时 面对冠主的人间剑之力 他却显得极为不堪 甚至都没有招架之力 这无一太匪夷所思 苏以都看得扎舌 这冠主的道行究竟有多高 才能强大至此 可笑 到了你我这般境界 早已忘却荣辱 但看生死 你管主怎地也学那些市井无赖班 用这般方式来羞辱于我 斗笠男子冷冷出生 他披头散发 躯体残破 鲜血鼓鼓流淌 凄惨之急 可他神色平静如旧 似魂不知痛苦般 陈边甚至带着一丝机翘 这样的行径 可着实让我瞧不起 人间间内 传出万主的声音 我曾印证过 越是最粗鄙的辱人手段 对付如你这般老家伙 效果往往出乎意料的好 毕竟 如你这般角色 已经高高在上太久 何曾再挨过耳光 何曾再被人踩在脚下蹂躏 可惜 此地并没有被你视作卑微蝼蚁的 凡俗之辈 否则 让他们来抽你的脸颊 定然很有意思 声音还在回荡 人间间腔腔而鸣 再次抽在斗笠男子脸上 砰 斗笠男子另一边脸颊也塌陷 身影裂浅 还不等他站稳 又是一箭扎来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 就见人间箭不断出击 每一次都像山儿光般 砸在斗笠男子脸上 沉闷的碰撞声 此起彼伏地响起 很快 斗笠男子的脸颊都血肉模糊 面目全非 这看得苏毅和冥王神色都变得一样起来 他们都没想到 灌烛会用这种方式欺辱斗笠男子 当看到斗笠男子那惨不忍睹的模样 两者甚至都有些恍惚 这还是刚才那僻腻如星河主宰般的恐怖存在 终于 斗笠男子似乎终于受够了 气急败坏般大喝 够了 透着震天怒异的声音还在回荡 砰 他脸上又挨了一记 身影跌坐在地 眼前一阵发黑 这一刻 他真正动怒 肝胆欲裂 也羞愤欲死 打人不打脸 而贯主 过意专门打他的脸 打到面目全非 这就太欺负人了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欢迎继续观看由华语网络文学频道 陆志的玄幻系列 有声小说 见到第一仙 作者 小锦鱼 演播 摩仙 摩利 喜欢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感谢你的支持 底签一诗章 贯主的身份 斗笠男子很惨 他躯体破败 血如泉涌 尤其是面家 血肉都被砸得模糊 凄惨无比 当听到他气急败坏班后 出够了两字 所以和冥王神色愈发一样 之前 斗笠男子还曾言 到了他这等境界 早已淡看荣辱 不计生死 可此时 他却被打得羞愤欲死 彻底恼火了 高高在上太久 自以为如仙神般傲岸 足和俯瞰人间 可当已超低落神坛 又和死狗有什么区别 贯主的声音朗朗响起 洒脱中带着一丝不屑 可惜 我还不曾跌落神坛 斗笠男子急促喘息一阵 浑身伤势瞬息恢复如初 他就抛鼓荡 摸得抬手一点 嗡 黑色宝川绽放 瑰丽的星辉神宴 与此同时 宝川底部 一道沉闷的痛叫声响起 苏义脸色一沉 那是台关老鬼的声音 贯主 我大概已断定 你这一支力量 是因为这苏玄军的 转世之身而苏醒 而这苏玄军的朋友性命 则在我掌控之中 斗笠男子淡淡开口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只要你放我离开 我断不会伤任何人性命 此话一出 苏义不禁冷笑起来 这件事后 谁受不信用他人性命为人质进行胁迫 斗笠男子笑了笑 道 此一时彼一时 面对贯主这般传奇人物 我欲脱身 自当用非常手段 他目光一直盯着人间剑 不曾挪一分毫 老渔夫 你还是如从前那般卑劣 在他人面前唱威风 无法无天 在我面前 就只能动用这般无耻伎俩 何其我错 贯主的声音再度响起 毫不掩饰自己的彼义 旋即 他声音骤然变冷 罢了 如你所愿 你可以滚了 斗笠男子明显松了口气 笑着拱手 多谢 他清楚贯主的秉性 言出必见 断不会反悔 遥想当初 在星空深处的那些老古董 谁不知道贯主言行如意 斗笠男子抬手 就要收起黑色宝传 贯主一旦旦道 我可没说 让你带走这艘破船 斗笠男子眼眸微眯 脸色阴沉下去 道 贯主这是打算反悔 贯主审笑道 你滚不滚 斗笠男子沉默片刻 道 纵使毁了我这句 分身又如何 但那苏玄君的朋友可都会彻底毙命 贯主若不在意 尽可以出手 说着 他扭头看向苏义 道 你若不想你那两个朋友死掉 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对吧 冥王内心涌起说不出的愤怒 之前 斗笠男子言辞温存 形势磊落 纵使强大的令人绝望 可在风度上 并无可指摘的地方 而现在 冥王才意识到他看错了 这个实力恐怖的角色 当遇到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时 直接露出了那卑劣阴狠的真面目 苏义神色淡漠 语气毫无波澜 道 你竟可以杀了他们 但我保证 以后会他们一心合神教 摘了你的手脊 为他们报仇血恨 现在 你可以动手了 这番话一出 斗笠男子正著 似难以置信 哈哈 好一个他灭心合神教 无备见修行事 自当如此 人间间内 响起灌主的大笑声 充满快慰 斗笠男子正为常叹道 看来 今日此局 注定将不死不休了 不死不休 老渔夫 你想多了 灌主笑声脸去 雨季变得冰冷 哄 人间间骤然降临 正在黑色宝船上 压迫的紫船距离晃动 无力挣扎 你 斗笠男子猛地咳出一口血来 脸色苍白 这一瞬 他和黑色宝船之间的联系 竟硬生生被震断 但很快 斗笠男子却笑起来 眼眸泛起惊喜之色 我感受到了 你的意志力量正在衰弱 人间间镇压我那小舟的力量也在锐解 他猛地激动起来 声音都在颤抖 没想到 你这般旷世的人物 居然会为了救那些不相干制备的性命 不惜损耗人间间和自身的意志力量 斗笠男子显得很失态 男男道 如此一来 不出百年光阴 我便可重临星空 在现昔日辉煌 苏毅和冥王齐齐皱眉 没出息 灌笠道 那我不妨告诉你 百年之内 我自会重返星空 斗笠男子脸色凝固 雷烧间的激动不翼而飞 古董商说你今生今世不会再跪来 莫不是假的 灌笠道 你猜 斗笠男子胸口一阵发闷 旋即冷笑道 一道快要衰竭的意志力量 还敢吓唬我 灌笠 你未免也太小屈人 纵使力量衰竭 沾你这道分身也一如反掌 灌笠单人的声音还在回荡 人间间骤然一声轰鸣 砰 刹那间 斗笠男子脸上挨了一记 原本恢复如初的面颊 顿时再次他陷下去 血肉模糊 身影都随之倒飞出去 又打脸 这熟悉的侮辱滋味 刺激的斗笠男子几欲癫狂 来 杀我 斗笠男子肆彻底豁出去 身影爆战滔天的心灰神宴 竟是主动朝人间建杀区 砰 可下一刻 他脑袋剧痛 脸颊又被抽了一记 躯体在虚空中旋转了好几圈 才扑通一声跌落地上 那脸颊以血肉模糊 牙齿都飞落树壳 欺人太甚 斗笠男子震怒 力声长思 只是他牙齿剥落 嘴唇红肿躺穴 话语都变得含糊起来 毫无威视 反倒惹人发笑 你欲图一个痛快 我偏不让你痛快 灌烛淡淡开口 人间剑再度出击 哼 斗笠男子脑袋都差点碎裂 面目全非 强烈的耻辱和痛苦 让他浑身抽搐起来 眼见人间剑再次抽来 斗笠男子愤然大喝 他日脱困时 我必百倍奉还 说着 在苏义和冥王惊恶目光注视下 斗笠男子周身心灰神燕爆涌 刹那间 他的躯体便化作灰烬消散一空 净是自杀了 此人狠起来 竟都敢把自己烧了 明亡难难 瞠目结舍 这无疑显得很滑稽 可苏义心中却一阵凛然 这斗笠男子的确够狠 而这种角色 往往也最可怕 若换作是那老东西的本尊 可不见得敢这么做 人间剑内 响起灌主的声音 斗笠男子只是一道分身 这让苏义愈发意识到 那斗笠男子的可怕 不过 随着斗笠男子分身死去 苏义内心总算轻松许多 这位姑娘 姑且委屈你片刻 我要和 无 这苏选军单独聊一聊 人间剑内 传出灌主的声音 而后 一缕剑影乍现 化作光幕 顿时遮蔽了冥王的六十 事业和神识就如被彻底隔绝 再感知不到任何动静 而同一时间 人间剑如若十字的剑身发光 呼地在剑柄上空 浮现出一道虚幻般的骏拔身影 那是一个头戴玄关 一袭素色长袍的男子 他荣如青年 骏衣脱俗 一对眸灿热日月 随意立在那 其受削的身影 似能撑开天地 镇压星空周虚 那是一种无比超然的神韵 似跳出了诸天大道繁荣 旷达于世 逍遥自在 他身影虽然模糊虚幻 可仅仅那般风采 便吻压斗笠男子一筹 不过 当看到这玄关长袍男子时 苏义却莫名其妙地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就好像曾在哪里见过 却偏偏又想不起来 在联想到时 还终究遇见上那一条神链的移动 苏义愈发感觉 这人间惯惯主 极可能和酒遇见大有渊源 多谢阁下出手相助 苏义吻了吻心神 出生之谢 阁下 贯主虚幻的身影一阵波动 唇边泛起一抹古怪的笑意 之前那渔夫自己杀了自己的分身 而现在 我自己竟然感激我自己出手相助 哈 着实有意思 说着 他在忍不住笑起来 苏义一正 旋即眼眸骤然扩张 纵使他心境早已魔力地 奸宁如铁 此刻也是如遭雷迹般 心虎掀起惊涛骇浪 整个人都有些恍惚 这一刻 他想起杜杰正道玄兆境后 就遇见上那一条封印着自己 前世道业的神链 也想起当时自己曾大胆揣测 怀疑其他八条神链上 各自封印着属于自己的一种前世道业 只是 他当时仅仅只是揣测 并无真凭实据 故而不曾放在心上 和此时 人间冠冠主这番话 却只似一道惊雷 让苏义猛地意识到 自己当初的揣测 极可能是真的 须知 之前他陷入绝境 玉图拼命 和正是九玉剑的一动 唤醒了人间剑 也唤醒了葬于此剑中的人 监管冠主的意志力量 并且 苏义到现在都能感受到 九玉剑上那一条神链的气息 依旧在和人间剑进行呼应 而这一切 都似乎在揭晓一个匪夷所思的真相 看来 你已猜出来了 远处 贯主凭空而立 眼神意味深长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你我之间 无非是前世之深和转世之深的区别 所以双手微微一颤 沉默了 这个真相太惊世骇俗 让他根本没有任何预料 以至于此刻一时很难消化 人间冠之主 竟是我自己 苏义内心怪异 初次听闻此人的一些事情 我还曾笑他太狂妄 可现在看来 我这岂不是在笑话我自己 本集内容播讲结束 感谢你的观看 感谢你的观看 感谢你的观看